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迷途的孩子 北方警示马上不出 盘警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油耗子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回他们偷到的不是原油 而是私家车油箱里的汽油 盘警示双台字区 就连续发生了两起私家车 汽油被盗的案件 车主头天晚上刚给车加满了油 第二天一早就发现油没了半箱 油箱却好好的 没有任何跑冒低落 一看就是被偷了 虽说这半箱汽油损失不大 但是这事确实让人挺窝火 你几点钟发现那个车里那个被盗的 七点 七点来多少 七点多 你是开车之后晚上发现的呗 对 我上车来 我就一打药的门就发现了 那少了多少 少了 数十万到五十了 先后接到了两名群众的报警电话 这两名群众的报警电话 反映的情况是一样的 两名群众反映说早上在打开自己这个车门 准备去发动车去上班的这个过程中 发现这个油表有问题 油箱里的油呢少了很多 两位车主都围着车子转了好几圈 油箱好好的 地面上也没有漏油留下的痕迹 虽说汽油有挥发性 但是也不可能一晚上就少了大半箱 所以车主怀疑这油很可能是被人给偷了 这两个报警的群众呢 车型是一样的 都是15年以上的这种老款的方头 解答轿车 被盗的两台车都停放在了 盘景市双台子区城市之星小区附近 警方随即对案发现场进行排查 调取了停车点位的相关视频 当时那个环境周围都是 只有城市之星一个封闭小区 其他的都是开放式的小区 附近还有一个二手车行 二手车行有很多就是类似的车型 视频显示 在2021年11月22号凌晨2点23分 一辆黑色的轿车接近了这道车 尽管视频距离较远 画面有些模糊 但还是清楚地记录下了 三个人整个的作案过程 2点30分左右 是三名嫌疑人驾驶了一辆黑色的老款 奥迪车实施的盗窃 这是两名嫌疑人 走到了这个油箱盖的附近 撬开这个油箱盖 然后这名成年人 指挥这个未成年人 去取他们的作案工具 也是一直事先藏在后备箱里 准备好的一个油桶 这个时候嫌疑人 从他的这个车的副驾驶 取出了一根管子 插在了这个油箱盖出口 然后用嘴吸这个输油管 给一个压力 使这个车里的机油 回流到这个桶里 然后这个未成年人 负责替他们把风 嫌疑人驾驶的是一辆黑色奥迪车 车牌照聊L 显示为盘紧本地车辆 然而就在这三名嫌疑人 离开不到半个小时之后 又有一辆黑色轿车 驶入了小区的停车场 这个时候凌晨的2点50分 嫌疑人驾驶嫌疑车辆 是一台黑色的 应该是老款的桑塔纳轿车 从向海大道 由东向西行驶 停在了这个城市之心 壁左北侧的这个停车场 从上面下来两名这个嫌疑人 正在看 这个嫌疑人回到这个 嫌疑车辆里去取他的作案工具 他们这个作案工具也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油桶和一根管 警方通过视频画面的比对发现 尽管是两台不同的嫌疑车辆 但是两伙偷油的嫌疑人之间 有交叉重合 几个人分工明确 作案手法十分地娴熟 初步可以判断 这是一个三到四人的 都到团伙 我们在视频当中是看不到 嫌疑人的具体面貌的 也看不清那个 具体的车牌号 但是能追踪车的大概型号 那么这个盗窃团伙 为何专门选择老款的 捷达轿车下手呢 警方通过咨询 具有专业汽修知识的人员 后找到了答案 这老款的捷达轿车 油箱盖的防盗系统不完善 很容易就能打开 而且呢 其油箱的输油管 也没有太多的回路 嫌疑人很容易盗窃得手 其实呢 这几个油耗子的作案手法 都很简单 一个油桶一根管子 利用了红吸的原理 就将捷达车油箱里的油 给吸了出来 通过排查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 警方发现 嫌疑人出发地和返回地 为同一个地点 都是在双台子区 一个名为繁荣里的小区 而这个小区很有可能 就是嫌疑人的落脚点 通过视频侦查 两辆车都是从向海大道 由南向北行驶 在火车站向西 行驶到洪水大街上 然后顺着洪水大街 御洪路 迂回到作案这个案发地 城市之行的北边的那个停车场 然后在停车场得手之后 继续向东行驶 回到向海大道 然后沿着他们来的那个路线返回 警方在实验 比对嫌疑人的身高时发现 这个团伙中很有可能 还有1到2名未成年人 就在警方着手 对这些嫌疑人的具体身份 展开调查的时候 负责蹲守的侦查人员 在疑似嫌疑人落脚点的小区附近 发现了这伙由耗子作案时 所使用的嫌疑车辆 24号的上午 我们有一组侦查人员呢 在繁荣里小区大门的南侧 然后发现了一辆和这个视频画面中 外形非常相似的老款奥迪车 通过这个摩牌走访 发现车后面有两一个 疑似这个未成年的这个孩子 在车内休息 车门呢也是锁着的 得到消息之后 警方立即组织警力 去现场进行抓捕 车内的两名嫌疑人 王某和孙某 正是在案发现场出现的 两名疑似未成年人 在这两名未成年的嫌疑人 到案之后呢 我们就地进行了突审 那两个嫌疑人呢 也是非常的害怕 两个人就交代说 我们这个大哥呢 就在楼上休息 车是我们大哥的 得知了他们大哥所处的位置 警方随即将另外一名 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 对这个王姓嫌疑人呢 也立刻进行了突审 发现我们之前也是 非常熟悉的 非常熟悉的一个老朋友了 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呢 他是因为盗窃 被判了有期徒刑 一年零四个月 也是刚刚刑板释放 据嫌疑人王某交代 一共有四名嫌疑人 共同实施盗窃 还有一名理性男子 现在正等着王某 一起去销丧 当警方如约出现在 这名理性男子面前时 才发现这位也是个老熟人 这个嫌疑人呢 从2007年开始 多次被我们分局的行政部门打击处理 也是刚刚刑板释放的一名前科人员 租车 偷油 转盘打着啪啪响 黑色奥迪是那个车行 是嫌疑人组 用他们的话说就是 加点便宜油 偷债 偷偿 小小年纪太荒唐 书总通过实施盗窃 然后来对这个王某的损织进行 迷糊的孩子 北方警示正在播出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红药膏 选用广西十万群山 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 葛红台贵龙药膏 祝人为乐 人间大美 善作魂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早上七点接到报警 晚上十一点 警方就将四名嫌疑人 全部抓获回案 经审讯 这个四人盗窃团伙的 作案范围 涉及我省的 银口市 锦州市 辽中市 以及盘锦市的 双台字区 大八区 盘山县等六个行政区 那么这四名嫌疑人之间 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其中的两名未成年人 王某和孙某是被胁迫 还是主动参与的犯罪呢 据成年主犯王某交代 他与另外一名主犯李某 十几岁就相识 两人一直结伴在社会游荡 后来因为盗窃 两个人分别入狱服刑 刑满释放之后 相同的经历和共同的爱好 让这两个发小 又走到了一起 案发现场出现的 老式奥迪轿车 是由王某所驾驶的 也就是警方发现 两名未成年人的那辆车 经过警方调查 这辆车其实并不是王某的 特别进行黑色奥迪 是那个车行的 是嫌疑人组的 每天除了交这个租赁费之外 已经没有说多余的钱 去对这台车进行加油了 所以就只要想让这台车跑路的话 就必须得去实施道歉 用他们的话说 就是加点便宜油 你们拖完油怎么处理 李文宏跟自己说 我完全给你们开一个车 加点 案发现场出现了两台嫌疑车辆 黑色奥迪车是王某租来的 而另外一台黑色桑塔纳轿车 则是另一名主犯李某的 李怀民之前有从事过 二手车的行业 对老旧的捷达车和奥迪车 比较熟悉 他有两个手艺 一个是开捷达车的油箱盖 一个是开奥迪车的后备箱 随走随看 随看随偷 四个人夜里开车到处游荡 遇到老式的捷达就投油 看到老式的奥迪就撬后备箱 而其中的两名未成年人 王某和孙某 除了帮着他们的大哥放放风 搭把手之外 还有一个主要的任务 就是去拉拽四家车的车门 通过盗取财物来还债 他耗到王某阳的车门去了 然后偷了三千钱 原来未成年人孙某 在一次拉拽车门盗窃时 恰巧遇到了嫌疑人 王某租的这辆黑色奥迪 然后王某阳第二天找着他 然后要他陪钱 赔一千五 然后王某阳就是 他们信没有 然后让他超市门出去拽 然后拽着钱再还他 就这样 未成年人孙某半推半就地 跟王某混在了一起 尝到甜头之后 他又叫来了自己的好哥们 也就是未成年的王某入伙 大帝我带你去挣点钱 然后就是去偷游去的 就这样四名嫌疑人之间 以大哥和小弟互称 未成年人王某和孙某十五岁 而他们口中的两位大哥 也不过才二十几岁的年纪 零油桶 就是他加完油 然后我下车给他零油桶 白天两个大哥领着两个小弟 吃吃喝喝 晚上就出来干些 见不得人的够大 而两名未成年人孙某和王某 也是乐在其中 觉得自己有了靠山 刚开始也不知道是这个 然后知道是这个了 那后悔也不行了 就是行僧就跟他一起 反正给车里待着也不能 就是他干他的 我当时就想要给车里坐着 也不能有别的什么事 然后正好 也是他也没行 我能被错 看似